同志这样的一个孩子 诞生在我们的家庭 一定是上天给了我们某些任务 我是苗妈 苗伯雅的妈妈 同志在我们家一向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想以微博的力量来帮助大家 从小她的打扮就非常的中性 不爱留长头发 也不爱穿裙子 有一天晚上她跟爸爸聊天 聊到说 爸爸我喜欢的是女生 那时候我听到就觉得 爸爸怎么都没有下壳的感觉 然后他们就继续聊下去了 而对我来讲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早就可以感觉得到了 那现在你终于自己这么勇敢地 把它表达了出来 你也没有婚姻 怕我 没有没有没有 好像这样的 联居会跟我讲说 你们博雅是女生啊 怎么常常是男生的样子啊 你应该跟她说 她参选之后也是很多的朋友经常跟我讲说 你应该要让她恢复女生的样子 或者会对选票有影响 但是就我来讲 让她好好的做自己 远比有没有当选这件事情来的重要 就我是一个同志的妈妈而言 我接受她是同志 接受她原来的样子 也就是我的成就 而我的孩子能够好好的发挥 对社会有所贡献 也就是她的成就了 她的倡议其实对于现在这样的社会氛围 其实是都是比较艰困的 但是对于一个进步的社会而言 应该也是必须的 谢谢大家 我是二娘的妈妈 我现在在盛民房的队伍 不要从圣民房 人人有幸福 而我是她的母亲 我也常常在想 上天应该也是还蛮肯定我 来让她能够完全 在没有阻碍的情况底下去 完成她的使命 我也曾经为了做自己 而跟爸爸妈妈有过很多的紧张 有很大的冲突 在自己有了小孩之后 我决定不会把爸爸妈妈对我爱的方式 套用在我对孩子之间 我们就是陪着她 然后给她很充分的空间去做她自己 我觉得父母的责任应该就在这边吧 爸爸妈妈们为孩子勇敢 和孩子一起 陪着他们 也为自己勇敢的拿起话筒 我们永远走在一起 生活里 subconscious 大家希望向我 萊兹 萊兹 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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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萊兵 萊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